阿弥陀佛 大家好 这也是联社佛博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289集的播出 目前是美国西雅图时间早上7点 你们是台湾马来西亚时间晚上10点 时间不大一样 一个是一大早 一个是即将要睡觉了 但是不管是什么时间 我们都是一样的想念师尊的书 想念师尊的文集 今天美国西雅图的早上还蛮凉爽的 连续热了两三天大太阳 今天却是阴阴凉凉的天气 很舒服 终于把它凉下来了 我听说台湾有下大雨 中南部有下大雨 所以我想台湾地区应该也会很凉爽的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那首歌 就算是一场戏 栽字写给雨 由于对空的无尽 这倒是无所得 无所注入 无所谓 雨中涟漪的智慧 得雨是能看得开 得雨是能看得淡 但你进入了这一场戏 旧要变好 无能以为转眼车空 我花了无常日麻麻糊糊 你情苦过去已了 我当然不愿担忧 我当然不愿烦恨 我当然不愿烙灰 我当然不愿烙灰 我当然不愿烙恨 我当然不愿烙恨 这些我坦淡 但我愿乐观积极 我愿意烦恨 我愿意烦戏剧 但如果是悲剧 我就一定要超越 但如果是悲剧 这一场心疗 我不愿意去想 我该怎么办 在我的神的生命中 我要演好每一个角落 为别人做些有意义的事 这就可以了 现在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 就算是一场戏 这一次写给雨 它教我们如何的 来超越自己的烦恼跟忧虑 如果是悲剧 我悲伤我不遗憾 我不愿让 我仍然会开朗 因为我有自信 凭着自己的努力 是可以超越的 悲剧仍然是喜剧 因为我的心中有美好 这就够了 我不愿意义 承受不了压力 而痛苦不休 请进住民心间行 得路之尊 好好修行 清真佛心 好好修行 清真佛心 如此一定 非常地美好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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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行走 按every hit the red 鱼咬呐 噢咬呐 念sheng shendxi te hong 煌咬呐 念is thsi tan hi 余佛 這個就是寫給雨 就算是一場戲 我同時做網路的直播 分享到別的社團去 大家再聽這首歌一次 我上面有這首歌的歌詞 讓你們能夠熟悉師尊的經句 這個句子是讓你覺得說非常發喜的 由於對空的故隙 這倒是無所得 無所住 無所謂 與眾聯誼的智慧 得已是能看得開 得已是能看得淡 但已經落了這一場戲 就要演好 不難以為轉眼成功 光話無常而麻麻不顧 一起贏苦 過去一亮 我當然不願擔憂 我當然不願煩惱 我當然不願懷悔 這是我看淡 當我越樂觀積極 我越努力做好 當對的事 是超人多素的 是超人多素的 我游戈 我越你演戲劇 但如果是悲劇 我就一定要超越 這一場戲 一秒 我不願意去想 我該怎麼辦 在我有心的生命中 我要演好每一個驕傲 為別人做些有意義的事 這就可以了 如果是悲劇 我不悲傷我不遺憾 我不願認 我仍然會開朗 因為我有自信 憑著自己的努力 是可以超越的 悲劇仍然是喜劇 大家好 這是元生婆婆文集網路直播讀書會 今天是第289集的播出 然後 因為花粉 鼻子有點過敏 等一下阿朱你也不要嚇一跳 我把音樂先關掉 她們有給我自敏感的藥 但是我總是覺得說 先不要吃藥 放過去看看 馬來西亞 不是馬來西亞 每年的六月份到西雅圖百花盛開 百花很冰昏的時候 就是我鼻子過敏的時候 沒辦法 今天跟大家報告上一集同伴的留言 每年上來了 這首歌很悅人 很喜歡對不對 就算是一場戲 這首歌的歌詞有貼在今天的貼文 這首歌的歌詞師孫教我們 就算你遇到了很悲傷的事情 也要看成很喜悅的事情 因為你只要能夠情善 能夠付出 能夠給人家開心快樂 這個就夠了 不必在乎結果怎麼樣 噢 宜欣你說什麼 你跟亮亮 上次認識瑋疾會經上次問好 高雄市這幾天真的下雨下的很大 沒辦法 遇上西南氣流就下雨下的很大 這就是一場戲 早上上班就在心裡面一直繞 不知道有沒有淹水 梅蓮詩節上一集他講說 促神還懂得請佛注釋轉法輪 我們弟子更應該 萬眾一心虔誠請佛注釋大轉法輪 陳墨說 懇請師尊師母佛鐵岸甘常入世間 請佛注釋用轉法輪 耶 優俊 エディ 喬爾 水蓮也是請佛注釋 那關於我們的功課結果 你就看這一集 我們的貼文就有貼上來 看現在看哪些同門上來了 有Diamond 究竟要學 陳寗珍 黃靜宜說 上次好 腰花圓 手花圓 腳腫起來癒血 所以明天休息 工作 勞累 有空你再看重播 要這個醫生要那個 看看有沒有去看醫生 顧莉莉 沈江山 還有這個Julia Sheer 謝謝你喔 每次都幫我們整理 Edith Sun 李文亮 說弘柴神四十遍 弘柴神法還是弘柴神星舊 再把它寫多一點好不好 王子欣 Vong NG O Long Chris Go Lisa Lin 徐輝玉 Jocelyn Lee 高雄 不是高雄 藍馬的Jocelyn師兄 張樹珠 上世新咒六千六百遍 還有新星十二遍 新九令 索金棠 剛王君三十遍 百字明咒三遍 朱大妹 剛王君十五遍 百字明咒三遍 長寿一百零八 還有地藏菩薩的滅定爭 聖人 還有Julia Sheer 問候大家 Evin Wang 水蓮 請佛助世 Julia Sheer 留言好幾次 謝謝你的問候 Bihwa Joe 郭莉莉 還有Katy Branagh 剛王君十五遍 百字明咒 長寿一百零八 還有地藏菩薩的滅定爭 一百零八 雲林俊 問候大家 謝謝 吳秀吉 也有俊佑留言的 許惠玉說 剛王君十八遍 大悲咒三遍 百字明咒三遍 還有上世新咒 一千零八十遍了 我們讀書會 上世新咒 差不多已經念了一千兩百萬遍了 大家真厲害 大悲咒 還有Leon Christiana Amyle Boudonio 還有這個誰 這個叫C.Muy Lian 百字明咒二十遍 四人新咒一千零八十遍 剛王君八遍 正佛經 正佛經兩遍 我們正佛經 正佛經也是念的 差不多十萬遍了吧 剛王經我們念的 差不多十幾萬遍了 都是我們讀書會的同盟 很精進 然後還有C.Juan 收金檔 富士錦師姐你好 歡C.Bus 君光蛋 Eritan 李妹清 Gain Lee Job Hosting 還有誰 丟YT 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留言的樣子 上次好 蓮花燕炙 高王經六百遍 哇很厲害 嗨 第三人 願師尊加此蓮花 敬禹師姐 早日康復 大家都很關心你 黃毅璇 李金淑 能夠幫忙很開心 謝謝你 吳秀吉 黃毅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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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騙 白痴明 就108 朱利亞學說 下次發問過敏 我是感冒流鼻水 來禮拜一抵達西雅圖 1234 第四天 差不多開始要過敏了 有人給我藥 我是不大喜歡吃藥 如果沒辦法 真的如果過敏就要吃了 好 然後那個 你好 陳小峰 李雲嘉說 蓮花訴求 完成做五百遍 十尊心咒 一萬零五百遍 加上你們的已經一千多萬遍了 李金淑 Anchelene 李兄兄 剛王經五十遍 正王經五十遍 尊勝咒 這麼長咒 就滿滿著名下 尊勝咒的長咒 三十遍 廣傳咒一百零八 王國慧師兄您好 高王經一百五十遍 謝謝你喔 目前高雄好像也沒有聽到淹水 丹丹丁丁 丹門 還有誰 Nicoline 那個儀寶的同門 高王經裡面的十五遍 蓮花折顏 剛王經七遍 你還幫同門報名 Julia Share 請佛助使 鄭弘師兄 晚安 你今天在跟我聯絡的時候 我差不多五點多就醒來 五點多 早上五點多我就要起來 我要準備了 然後來到現在部落的地方 大概要吃個早餐 然後準備要佈具 每天就是這個樣子 這裡的生活就是這樣 鄭弘達 陳其易 剛王經十二遍 正文經十一遍 新經十二遍 釀經三遍 百姓名字一百五十六 師尊心咒一百五十遍 禮咒五百遍 黃宇學 上市今天眼睛比昨天還腫 時差沒辦法 不過近三還不錯 安心令 每一年祈求師尊加持 靜於世界早日康復加油 大家都很慈悲很善心 沒辦法這幾天 時差差不多要在美國 準備時差一個禮拜 你們慢慢等 你們蓋到兩個眼睛 好像青蛙一樣 不過奇怪 精神還不錯 就是現在 今天會有點花粉的過敏 好 那請大家包含 喝一口水好了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法王的大傳說 三根稻草 三根稻草 到底是什麼 那稻草跟佛法有什麼關係 所以呢 師尊講到說 以前釋迦摩尼佛跟他的徒弟們 在出遊經過一座大山 三角下面 佛陀用智慧的佛言 哇 慧遠 一看山脈 就是哇 這個山脈這樣子連綿 然後呢 山面環水 左右各有一個山的屏障 地上的草芳草清脆 佛陀講說 這個地方可以見三座設立塔 禮拜天我們就要去彩虹 雷浪寺 雷浪寺旁邊的山上 也有設立塔對不對 但是釋迦摩尼佛經過一個地方 風水很好 他說這個地方可以見三座設立塔 這個話 剛講完 天上有個天神就下來了 這個天神 原來就是玉皇大帝 第四天 第四天呢 他拿了三根稻草 往地上就插著 紙 往地上 這個釋迦摩尼佛指的寶地 插上去 那個師父一講 徒弟馬上執行 這個非常的有效率 所以第四天 他是一個很有效率的大天神 所以師尊講說 我們現在大家全部要回向羅天大教 我們的弟子呢 對不對 也很有效率 我們的讀書會同盟也是很有效率 我昨天還把你們這個大家念經咒的成果 放在上師的群組 讓很多的上師看到我們讀書會的同盟 眾同盟的念咒結果 非常的棒 所以呢 這個第四天他很有效率的拿三根稻草 往釋迦摩尼佛講的寶地 啪把他插上去 插好之後呢 他有沒有跟師父邀功 沒有 這個是我插的 這個是我做的 你看怎麼樣 他不去講這麼多話 人家神仙就神仙 我們人間就不一樣 師父這個我做的 這個我怎麼樣 就要邀功 神做他該做的 做完 他當然有知道你聽師父講的 你聽證悟的佛陀講的 不管師父知道不知道 有注意沒注意 他自然就是有那個加持力 所以這個第四天一做完 就飛上去了 然後第四天 就對佛陀講 三座設立塔已經建造完成了 拿三根稻草一插在地上 他說已經建造完了 然後佛陀說多謝第四天 跟師父報告完任務 他只是報告任務 並沒有邀功 但是這個師父佛陀 還是給他加持 都會說謝謝你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很多地址都莫名其妙 阿三根稻草 就怎麼會是三座設立塔呢 哇現場有很多同門又留言了 我看看黃湘琳講 地上經一遍 剛完經十四遍 正貨經兩遍 SK路 小禮哥 我以保雷浪士聯庭法師 你好 目前我在馬來西亞 不是馬來西亞 講習慣了 美國西亞圖 薛雅芳 還有誰 請師尊加持 女兒快快恢復身體健康 請問你女兒是哪一個 沒有名字 淡淡對高望經五遍 金母新奏 金母新奏 師尊新奏 1080遍 代金剛新奏 180遍 回向羅天大教 還有甘粒 香氏 I have done 21 高望經 taday 就是你念完了21遍的高望經 Thank you very much 明明李金淑說李茂立 回向羅天大教 陳國經 心經 高望經 各三遍 師尊新奏3600遍 百字民奏 長奏七遍 還有 Anchel Lin說 尊聖奏 短奏3000遍 杜偉 麻煩你寫長奏還是短奏 鄉親鄉 然後 Jance D是馬六甲的 哇 你終於上來看到你了 陳喬峰 師尊新奏800遍 還有 余師兄 你不用客氣 你也是很辛苦的 還有 芬芬妳好 張妙柔 還有 這個誰 斯仙喬 文丹 張妙 SK 露 黃香凌 地上經一片 剛好經知識片 真佛經兩片 我大家都功課貼了很多 大家都非常的殊勝 大家都是有像第四天的精神 師父一講馬上做 然後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第四天 師父講說這個寶地可以蓋三座設立塔 第四天 飛下來 放了三根稻草插上去 在師父的寶地上 說師父這個三座設立塔已經建好了 那釋迦牟尼佛還說謝謝 謝謝 謝謝第四天 這個時候大家都莫名其妙 為什麼三根稻草怎麼會是穿坐設立塔 然後呢 這個時候沒有人能夠跟 這個時候就只有能夠跟師父相應的人 心相應的人才能了解師父的心意 所以誰跟釋迦牟尼佛相應呢 設立佛淡然一笑說 今天晚上就在設立塔過夜如何 設立佛就是我們的師尊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 那個師父為什麼對這個比較好 對那個比較好 有時候真的是 這個徒弟能夠跟師父心心相應的 所以我們 因為設立佛本身他智慧第一 其實他的神通不會輸給目見年尊者的 然後他能夠看用慧眼就能夠看出來 三根稻草裡面有什麼東西 所以他就跟師父講 師父我們今天晚上就在這個設立塔 三根稻草裡面睡覺過夜 那師弟佛如來說好啊 好啊 當然這個佛陀指引眾弟子 你就進到這三根稻草的設立塔 你看是稻草 但是在佛眼還有開悟者的設立佛眼中 說是設立塔就設立塔 所以佛一設就把大家送到設立塔裡面了 想不到這三根稻草裡面 三座設立塔 氣勢雄偉庭院六祭殿堂壯觀 樓閣為額裡面迅力多姿 精彩無比美玉莊 四寶石珍珠黃金白銀 眾大地勢三的物凳打壯 Reid 然後眼睛都比我還要衝動 他想看那三根稻草。你看 裡面別有天地 我記得師生講那個什麼 彩虹三磚大傳奇 吃國天王 四大天王的心中是 恩拜彼迪卡斯哈 吃國天王 不是拿那個琵琶嗎 琵琶裡面跳進去 裡面是一個淨土 還有那個有的天王拿寶劍的 寶劍還可以變成魚 也可以變成坐騎 所以讓你眼花牛亂 不是你眼中所看的這個樣子 然後呢 那這樣子吃國天王 等於是拿一個睡袋 拿一個睡袋 拿一個 現在外國不是有那個車子嗎 對不對 旅行車是不是 那個車裡面可以住人 開到一個公園 一個國家的森林公園 然後那個車子裡面就是一個房子 就是一個住家 就可以住在裡面 然後呢 吃飯睡覺洗澡 或是坐什麼 都在車子裡面 那我們在吃國天王 更方便拿個琵琶 琵琶 去到哪裡 風景非常漂亮 他就跳進琵琶去度假 這個是我想像的 反正呢 後來這個師父啊 就是釋迦莫尼佛 跟他的弟子 就在這三根稻草裡面的設立塔 過了一夜 佛陀人告訴弟子 那就是這個離開了 這個後來隔天就離開 離開了之後 釋迦莫尼佛就告訴弟子 說那那個哪有三座設立塔 從這個走出來之後 那大家往回頭一看 哎 哪有什麼三座設立塔 還是三根稻草 那大家都不明白 問佛陀 這是怎麼一回事 佛陀 這個釋迦莫尼佛講 問設立佛去吧 那十頓就回答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換人住換工 虛換的換 我們是這種變化的 那我們這個也是一時的 我連環會經也是一時的 活到壽命到了 我也不存在 這個我現在直播的這個地方 也是一時的 那個能夠幾百年嗎 也是將來也是會不存在的 古代的房子也是一時的 對不對 所以古代的房子 能夠剩下多久 你看波洛夫圖佛塔都已經勞舊了 你看那個萬里長城 也是在破舊之中 西夏王朝的那些 這個古代的建築 好像剩一個像饅頭是不是 一個丘一個丘這樣子 所以 換人住換工 你是虛換的 住的地方也是虛換的 這個是師尊的回答 師尊的回答也就是社利佛的回答 看看同門的留言 L-E-K-N-G-A 你好 Wilhelm L. V-E-S-I-N 謝謝你的問候 還有誰 許一青說 上根稻草 你有點心得了 就像小時候看到台灣的雷仗士一樣 對不起 有點鼻子過敏 我看我們居然是要吃那個鼻子過敏 黃周鳳 謝謝那個桃園的師姐 李靖淑 陳佑玲 正文經三部 清清十遍 十文新宗 兩千一百六十遍 剛文經完整的二十三遍 白志民宗 常宗二十一遍 梅蓮說 邱方助教 金群詩解釋 三十部地藏經 所以請大家再寫清楚 李靖淑 李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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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十遍保佑 李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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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 終於聽到聲音了 甘露海 我剛剛要開直播的時候 我的臉書也是卡卡的卡機 我就把我整個手機都全部把它關機 關機之後再開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就聽不到聲音卡機 畫面黑黑的之後聽到 我的聲音 或者只有看到畫面 然後沒有聲音了 麻煩你關機再重開 因為關機再重開 就會把你的一些什麼雜訊垃圾 把它清乾淨一點 李靖 李靖 剛才的樣子 拜禪回來 想念上師 謝謝你啊 謝謝風眷 上師吉祥 大家好 你是邱方助教 德國的忍聚堂 送了你們念的兩部地藏經 五遍的真佛經 忍聚堂 金群師姐送了三十部的地藏經 也幫我還有讀書會的同盟問候 我們德國的同盟 大家天涯共一家 梁正恩還有黃曉英 是上師心咒 高王經二十五遍 金母咒五百遍 傅斯林師姐 你好 李靖書 上師佛體 那個法體安堪能量充滿 好 梁嘉玲 私人請咒 一千年八十遍 正部經三遍 剛王經三遍 謝謝您 加油 傑斯林 哈哈哈哈 想念上師 好 繼續 我想念你們 幫我跟麻六甲大善堂的同盟問候 我那天去大善堂才發現說 原來你們竟然有一半的同盟都在參加我們的讀書會 很想念你們 謝謝 也幫我問候連天法師 陳正鋒 芬芬 張妙柔 還有文旦 一大堆同盟 胡小莉 Garry John 師兄妹 哈 甘幼 黃香菱 保重身體 保持身體重量 嘿嘿嘿 昨天他們 終於有請我吃冰淇淋 不過美國的冰淇淋很甜 不好吃 今天要吃冰淇淋要去台灣 而且要看季節 開玩笑 黃明愛 師尊心咒324遍 迴向 既願法會圓滿 師尊佛體安康 李經俗 師尊心咒2000遍 聖國經三遍 幹黃經51遍 百姓明咒49遍 何雅婷 你好 可愛的雅婷 黃舟鳳 桃園 桃園 你說佛說 準題佛母的經是三部 瑪麗之間經17部 太陽太陽真經的經各有28部 新經17 金剛經一部 變經經4000遍 紫花 高文經10遍 大悲週21 真佛經5遍 百姓明週21遍 會像6月30號的陳默 你好 還有Jaseline 在大聖堂同門聯天法師 大家溫厚 Catherine 我愛救命 謝謝你 你說喪失給大家救命 胡小禮 還有Jana Bird Wei 都上來了 好像每一分鐘都有人上來 我還是趕快把這個故事講 我還是趕快把這個故事講 師尊當年到了南投草屯 看到了這個台灣雷葬寺的這個地裡 也是覺得地靈人節 然後地非常的好 於是他就埋下了河磚 就是說要建這個寺 那師尊說 這裡將來會成為一個很大的雷葬寺 師尊手上握著眼明 撒向四方 那四面八方 師尊講說那個地裡的四面八方 都是雷葬寺 那台灣雷葬寺呢 他的穴 就是飛虎穴 會飛的老虎的穴 那個 這個 如虎添翼 對不對 老虎已經很厲害了 老虎又會長翅膀 對不對 爬上 萬一 你遇到他爬上樹 他用飛的就可以把你咬下來 飛虎穴 表示說這個穴 我們台灣雷葬寺的穴位 他是可以發揮很大的能力 不但地上走的 天上飛的他都可以 所以 在九二一大地震 對不對 旁邊的廟都倒著 東倒西外 我們的台灣雷葬寺 竟然有四大天王 舉起來 所以沒事 其實底下的地基幾乎都流了 有掏空的現象 但是 還是有四大天王 扛起我們的台灣雷葬寺 令我們的台灣雷葬寺 真的是屹立不揚 真的是很不簡單 所以這個四面八方世界各國 也紛紛建立了無盡的雷葬寺 詩人講說什麼原因 換人住換宮 這個都是很虛幻的 所以那個詩 詩人寫了一首詩 不要以為地是天 手上拿的是稻草 如果你明白那三根不比人間的寺廟少 我叫所有真佛中弟子不要惱 不要煩惱 千萬不要把精神消耗 只見了佛入世出世都通了 通通了 所以換人住換宮 我們也是換人做換讀書會 對 對 換人做換的法務 有的人 現在是虛擬的世界 我那天聽到他們在講說 美國吧 美國最近有一個 美國還是世界組織 反正有一個規定 最近通過一個法案 說一天到晚玩虛幻的手機遊戲 超過一年 然後也不跟人家交往 沉迷下去的話 列入精神病 回去看你家小孩有沒有精神病 沉迷手機 然後不想讀書 不想跟人家溝通 一天到晚關在房子裡 當宅男宅女的 現在已經被列入為精神疾病 我覺得這個很有道理的 所以你看都沉迷在虛幻的世界 有的沉迷在臉書 有的沉迷在網路的社群 Nine的社群或群組 但是這個思想上 那就是把自己把它化溫起來 這個也是一種虛幻 所以要把我們在虛幻的世界 做該做的事情 做該做的法務 但是做該做的法務之餘 要看到說你自己是一個虛幻的人 你所做的事情是虛幻的事情 你只是努力去弘揚去推廣 但是不會去把持 不會有地盤觀念 不會有太多的偏執 偏激 那種偏執跟偏激 都是進入虛幻裡面走不出來的 那有人走不出來 你也沒辦法 你去得鑰匙你也沒辦法去 如果真的有人是走到偏激的地方 你要去糾正他 我覺得那個人也不一定會給你糾正 所以讀詩生文集 我們只能用啟發性的去引導 就是這樣 廖正樹你好 還有以馨說 你是會玩平板 但是也很正常 概念的都有念 Yok Gok Lo 還有 Gary Namaste Hello 上司 I miss you already Thank you Where are you from? 從哪裡來啊? 好 好 那個誰 那個 那個 這個誰 Jennifer Wade 就說 四家型一壇 此上司新壽短壽2160遍 大力金剛進回壽1080遍 Mundang Garit Namaste Tamma Gu 葉文靈 你幾罐 美國氣候寒冰冷冷 下水法庭保暖保重 是清涼 還不會冷 比較清涼 那美國這裡百花盛開 你走到哪裡好多種花 那你很多種花 很多種花粉 我們這種台灣體質 東南亞體質 碰到花粉 啊 但是空氣污染 又可以 師尊師父跟我們相反 看到這個美國花粉 他沒有感覺 但是台灣 那種好髒好亂 好好玩的空氣 對不對 因為美國體質他比較乾淨 比較乾淨的 他來到台灣好髒的 哇 他就那個氣管 他就會受不了了 所以6月30日 我們回向羅天大教導 6月30日 那聽說官網好像是登記到25號 有人問說 那揮金喪斯 你接下來要怎麼登記 反正你們就照這樣子 繼續留言 對不對 那我們就根據官網的登記 那如果萬一後面幾天 沒辦法登記的話 我告訴你 西風中活不殺 會幫你登記 你不要擔心 對不對 只要你去回向西風中活不殺 都知道的 然後7月1號開始 到11月30號 是我們連生活文集 網路直播讀書會 第一期的持經咒活動 歡迎大家參加 要回向台灣PM2.5 空氣污染退散 迎真佛回來 歡迎十二師母回來 讓有新鮮的空氣 那反正我就在回向 到最後會怎麼樣 我們也不管了 只是有這種回向的 希望看是天氣改善 還是突然出現了一個貴人 然後能夠又發明什麼方法 來改善這個空氣 讓師尊師母回到台灣 優乾淨的空氣 能夠繼續弘揚 然後這個 我們第一期的持經咒活動 也是一種請佛助式 那你有自己 有特別的事情要祈求也可以 那根據大家持經咒的功課量多少 我們這次都會頒發證書 對不對 短咒你念的十萬遍 就有梅花證書 五十萬遍就舉花證書 這個證書你也可以貼在網路上 召告天下 要得到一張證書 或者你有什麼祈求的話 這個證書也可以消化 求佛無沙幫你 這個是虛空中的銀行 銀行的存款 將來往生的時候 你百年之後你要往生了 你積了幾張證書 叫你的小孩子幫你召化 跟金子召化 給虛空中的佛無沙看 你念了多少功課 而且你會請佛助式 功德很炸 我們這個證書都已經設計好了 以後有機會會貼出來給大家看 好 李飛冠 所以謝謝你 還有Bowling MGU Gary Lotus Jennifer 羅力華 還有黃靖怡 三星座長座四百七十遍 鋼黃金五十四遍 我以前說到時候 7月1號真的要回向給台灣 PM2.5 不要害我家 我們是回向給師尊 你是住在台南高雄對不對 也是很辛苦的 大家你們 蘇生長 上次時差調整好了嗎 時差差不多要一個禮拜才能調整 所以晚上睡覺還是斷斷取續 不過至少都有睡 這幾天晚上大概睡三個小時 然後白天大概再補兩個小時 就差不多了 應該是花粉過敏 所以等於是時間有變動 所以就沒辦法 我這個是會比較敏感的 Annie NG Joseley Garrett Namste 俊雄 你沉迷在師尊文集 謝承榮 廖正樹 還有誰 Dong Bo Kristin Go 黃靖宇 上次新宗短宗470遍 還有誰 Jong Coco 張宇俊 真佛經 兩遍 上次新宗1080遍 張宇俊 真佛經兩遍 上次新宗1080遍 還有Jong Coco 真佛經三遍 愛然明王新宗1080遍 上次新宗1296 大力金剛新宗324 百字明宗9遍 高王君7遍 回向羅天大街 還幫家裡還是朋友報名 Joliot Share 大家一起來持經之後 回向PM2.5空屋推散 希望這裡的花魂推散 不過這個是美國大陸型氣候 沒辦法 隱欽說 費金上市 有一天我跟亮亮去西雅圖一個禮拜 我看時差會很難調整 我最近西雅圖有一個人的綽號 也叫亮亮 後來我跟他講說 已經他家裡的狗也叫亮亮 Joliot Share 上次我幾乎每晚不好睡怎麼辦 你要修眠光法 睡覺之前看你能不能念個經咒 念經咒之前上香插個香 跟師尊禀告 師尊我很不好 所以請你加持我 然後你就念你自己要的經咒 然後念經咒的時候 常常觀想師尊放光 把頭上的黑氣把它去除 錯誤定會比較好 王靜宜說 上師新咒608 大幻幻王340 征活經兩遍 白生神咒160遍 還有大白閃蓋40遍 師尊將創明 亮亮 我們那個朋友叫亮亮 好 那所以這是這一篇文章 三根稻草 哇!剩下十一分鐘了 這篇文章很重要 我要趕快介紹 千人得受政界 就是說有一個神仙 他受了一個非常偉大的戒律 這是什麼故事呢 他說在很多事以前 有五百個仙人 他們在精進的修行 然後他們在什麼地方 柏拉奈國的拉塔山修行 其中有一位仙人 那個姓瑜跟余正宏的瑜 余正宏師兄的瑜一樣 他叫余都拉 余都拉仙人 可能是翻譯的 那這位仙人呢 非常的盛言盛行 已經是修到神仙了 講話還是非常的謹慎 言語行為也是非常的謹慎 認真的修奢摩他 就是作望 那修奉土納 修火精純 修水精進 修地堅固 表示這個仙人呢 他有修地水火風 然後地能夠堅固 風呢 修呼吸 能夠吐納非常順暢 火精純 水跟清淨 所以呢 他的余都拉的這位仙人 因為他的修行經濟 讓他呢 能夠神行 身上發出了光明 知道了前世的因果 然後他也懂得變化 很多的變化 那這位余都拉仙人呢 也處在大樂光明空性的狀態 所以這個已經是很不簡單的 好像也沒寫到說他的師父是誰 能夠證得大樂 能夠證得空明的 光明的 還有空性的 那這個仙人已經很厲害了 那其他的仙人呢 他們修行怎麼樣 有的呢 他也是這個有神通的 有的讓他花開久一點 有的能夠求下雨就下雨 讓雨停就雨停 有的能夠知道第二天發生的事情 有的可以預言 有的能夠降伏野獸 雨停說叫亮亮站起來 舉功念奏 降伏野獸 有的能夠擺讀不清 有的能夠長生不老 有的很多天都可以不吃飯 我記得我在這個YouTube的影片上 看到印度真的是有一個老人家 好像活到七八十歲 都不用吃飯 他已經不吃飯不知道幾十年 你們去YouTube去搜尋看看 這位老人家 科學家不相信 用一個透明的玻璃 然後呢 這個讓他 紀錄他一整天的生活 好像給他三天還是幾天 然後呢 最後他發現他的胃裡面 有一點點水分 保留了一點點的水分 那他就是靠靜坐禪定 或者修他們印度瑜伽的法 大家可以很多天不吃飯 不過呢 這個都是先人的一些神通 那麼呢 跟師尊講的開悟 是不是還有一段距離呢 所以你修行是要修神通 還是要修真正的漏鏡通 真正的開悟呢 那雖然這些神仙 這些仙人都有各種不同的正量 但是呢 五百位仙人都認為 余都拉 修的是最厲害的 快要到達精鮮的果位 但是余都拉 他畢竟呢 是真正在修行的 他也不會驕傲 也不會認為自己是修的最好的 他覺得說自己的修行 竟然到了一個瓶頸 仍然少了一些東西 於是呢 這位余都拉 他不但沒有沾沾自喜 反而離開了他修行的 邋遢山到的都市裡面 去尋找他自己欠缺的東西 所以呢 修行境界越高 心裡越謙卑 就像竹子長得越高 那頭越彎一樣 這個才是真正的修行 認為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會這個會那個 會通這個會通那個 就算是有真正的神通 對不對 那自己還認為還不足的 那個才是真正的修行 認為自己已經很厲害了 什麼人天上天下 他是老大 認為已經沒有人會比他更厲害 如果是這樣子的修行的人 他就是非常的 就還是比較欠缺了 那不管是修行 已經沒有神通的講有神通 還拼命去追求地盤 追求民利財物 這個就是已經在 豆腐盧往推後轉了一樣 那這位余都拉仙人 他就從高高的深山走到都市 走到都市的時候 他就去遇到誰 遇到了一個很老的乞丐 跟他乞討 那我們通常看到人家在乞討的時候 你身上有銅板 你就給他幾個 對不對 可是這個老乞丐 他說我要全部 對不對 也沒有虧他 也沒教他什麼法 人家要他全部 那這個仙人 余都拉仙人 畢竟是仙人 你說要全部 我就全部給你 他竟然給他全部的錢 所以這個也是在教他什麼 捨財 捨棄這個財物 老乞丐呢 後來就要余都拉跟著他走 那奇怪的是 老乞丐在前面走 余都拉在後面走 老乞丐便要走得很快 余都拉後面緊緊的跟 甚至於余都拉仙人 用神足通都追不到老乞丐 老是走在他的後面 怎麼追都追不到 始終抱持了一段很長的距離 到了一座很巨大的塔下面 然後呢 才停止 才停下來 接下來老乞丐呢 竟然要他這個專心 對不對 要傳他心法 所以你說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看他乞丐 這個是開悟的 是憎悟的 所以凡夫俗也怎麼知道說 這是一個修正的人 那老乞丐呢 就要傳余都拉仙人三樣東西 要傳他心法 要跟他借三樣東西 你知道那三樣呢 也不是我們一般人能夠做得到的 叫我拿我還拿不出來 什麼 用人的皮當紙 用人的骨頭當筆 然後用人的血當墨 皮把拔下來當紙 對不對 然後那個你的血當墨 骨頭 拔下來當骨頭 拔下來 哇很痛 對不對 那竟然要跟他借這三樣東西 余都拉呢 也不生氣 用神變法施捨出自己的皮 那施捨出自己的骨頭 還有施捨自己的血 所以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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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乞丐都在教余都拉仙人 第一個捨財 捨財 完了就在捨身 這個皮 血骨 都給他捨 各位同門 這個 因為余都拉仙人 他還是有神變的 讀到這裡我想到 金剛經如果你們 對不對 這次在羅天大教的回向 有些同門已經在念金剛經了 金剛經裡面有一段 以前釋迦摩尼佛曾經當忍辱先人 隔離王 有沒有一塊塊把它割 他一點都沒有生氣 有沒有 成就了忍辱之道 我那時候我就想說 這個忍的 我這一塊塊割難道不透嗎 被蚊子丁下 啊 給他一個大抖韻 何況是一片一片割 潔潔之潔 還能夠不生氣 你去讀那個金剛經 所以他們神仙還是會有神變的 那時候釋迦摩尼佛是忍辱先人 這個是余都拉仙人 他割這裡的皮 割自己的骨頭 割自己的血 來供養這個老乞丐 完成了這捨身的事業 但是自己的神情也不會很慘痛 也不會很壯烈 不會 非常平常 比亞萨 馬來話 印尼話叫比亞萨 非常平常的 好看同門 這個還有誰 3212遍 請問是什麽星咒 立巴寫清楚一點 讓我們猜 百字明咒300 王寧寧 1944 上司星咒 寫太快了 當地對 連花瞬夜 持了3240遍 四尊星咒 大飛咒七遍 三國經二十遍 鋼王寧十遍 長的尊聖咒二十遍 長的百字明咒五十遍 王神咒五十遍 天地八陽神咒一步 回向羅天大教 還有謝謝 謝成榮 上次我媽媽之前去西雅圖 結果回來 調半個月水灶再調回來 上次真好厲害 馬上就調思義真好 我是睡覺斷斷續續 可是呢 精神還不錯 感覺是真的加值 還好啦 我覺得一切都還好 好 已經給Julia share一個讚了 你這蛋 你的小兒子也這麼漂亮 已經你的小伯要不要取名字 改名字 好多叫亮亮 Alice Dunn 李國輝六字真言兩百八十遍 Garrett Chan Julia share 已經是解 我都戴著口罩睡覺 這幾天在西雅圖 晚上我是戴口罩睡覺 因為那個花粉 虛空中飄來飄去 沒辦法 Gamph Lee Jennefer Wei 一定要點香嗎 點香就是一個誠心禀告 如果你方便你就點香了 媽一輩 你好 Garry and Namste 這麼近45遍 已經說 我有點想說晚上不好睡 有一點就是一直跟自己講 我要睡覺真的會不好睡 要不要聽成品音樂 不然你就聽師尊的心咒也可以 習慣聽音樂睡覺的人是可以 如果我睡覺一點聲音都睡不著 那也是沒辦法 Garrett Chan 大家可以上部落格的相簿看我們的證書 你已經把設計好的證書放在相簿中 你可不可以用LINE LINE一下網址給我 那我就有空就把它貼出來 甚至把圖片下載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三種證書 Garry Namste 上司 We met in 大禅堂 My name is I'm from Singapore 就是那個新加坡的師姐 你好 佩婷是不是 你是佩婷嗎 再來是誰 Edith Chan 瑞典的玉國師兄 對不起 工作件事寫不清楚 那你補清楚 那個是什麼 什麼驚咒 什麼驚咒 補一下 以前說 他是戴口罩睡覺 給個讚 對 沒辦法 我可以聽音樂睡覺 我可以戴口罩睡覺 Edith Chan 連發廣域4124 上司新租 補清楚一點 Gviatan Muy John 陳美清 金剛經15部 清經50部 廣神租216畢業 張瑞兵 Edith Chan 上司新租1080畢業 王靈靈 大陸人 因為靈障干擾多年 非常干擾 非常苦惱 這件件上司新租幾乎幾天都明顯好轉 非常高興 喜歡 薛舟的書希望他能夠去印尼大法會請十人加持他國一 薛雅方 三次新租6000畢 高萬經21畢 烏美燕 陳玉燕 當地帶 我剛念過了嗎 生活經3畢 高萬經5畢 大悲動5畢 心情5畢 十人新租2000 耀師佛 明後1000畢 還有 隱形說 灰金沙師真的好厲害 聽音樂加戴口罩 沒有 我現在連 之前聽音樂 睡覺聽音樂 對不對 後來音樂也不聽了 我直接用觀想的 我就可以睡了 還有戴口罩 這個戴口罩是因為預防花粉 因為時差半夜還會醒來 但是我一醒來 我就用觀想 觀想 觀想一下子 又睡著了 阿琳燕 廖金燙 阿琪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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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把故事講完 最後魚都拉 這個就是說 把他自己的皮 自己的血 自己的骨頭 都供養 拿自己的皮 當這個紙 然後拿自己的骨頭 當這個筆 然後拿自己的血 來當末 來供養這個老乞丐 於是老乞丐 他讚揚 當場就寫下了 拿他的皮 當紙來寫下了 一個幫助 魚都拉修行的口訣 這個口訣很深嗎 也不是很深 那這個口訣 大家都懂嗎 其實是很多人都知道了 這口訣念給大家聽 常當設身形 而不殺到營 不兩舌二口 不要妄言其餘 心不貪邪欲 無惠不撐毒 舍離諸邪限 視為菩薩提 哇 好像有的聽得懂 有的聽不懂 就是說 叫他要常常 端正他的身口意 做正確的事情 身心行為都要很正當的 然後不要犯殺 殺身 偷盜邪淫 不要犯妄語 兩舌二口 其餘 講這個口訣的話 然後呢 心裡也不要有貪成癡 也邪淫欲望 心裡也要很親近 然後呢 也不要稱恨 也不要生很惡毒的想念 要害誰要害誰 然後呢 要捨棄所有不正的見解 捨棄所有的邪念 然後修菩薩道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最初五戒的開始 所以佛教有行五戒十善 對不對 原來這個五戒是從這裡開始的 所以餘獨拉得到這個戒嚴 才知道要修行正果 應該要守這些的戒律 有了戒律才能夠廣度眾生 才能夠生菩提心 戒菩提心正是自己要的 是自己要的 餘獨拉就把這個戒律 弘揚到全世界 再加上飲酒的戒 才是佛教的五戒 才成為了佛教的五戒 不殺身 不偷盜 不邪淫 不妄語 還有不飲酒 如果加上十善對不對 五戒十善 甚至不貪不撐不吃 然後妄語其餘兩舌二口 加起來有施善 所以守這五戒 才是修行的基礎 於是這個餘獨拉先人 他弘揚了五戒 這個是弘揚五戒的開始 所有的戒律 是從五戒弘揚開始的 那師父講 餘獨拉是誰 老乞丐是誰 如果不守戒律 成仙也萬為 所以你看那些當神仙 其實當神仙 他已經很早犯戒了 可是這位老乞丐 為了讓他的業障 有時候一些不好的事 意識的事 夜視的事 不好的那種心事 都要完全清的乾乾淨淨 不能只有神通 不能只有大樂、光明 有的人他就專在修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已經修到說 哇他拿的那個東西 身上的佛像什麼 哇靈氣很強 那個法會 也有拍到放光照片 結果後來不久 他犯了一個很大的五戒 五戒之一的 他犯了很大的五戒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哇那個修行法律很厲害 然後這個很厲害 那個很厲害 結果戒律都不守 還是墮入三惡道 直接變魔或者墮入三惡道 或者當魔的點心 或者被魔利用 或者害更多的人 有的人貪了他的神通 被他的神通所引用 然後就跟他一起亂搞 也害了很多人 所以修行還是要守戒 修家卻說 有時空污非常嚴重 你會戴兩層口罩 網路上有那個防PM2.5的口罩 他比較厚 然後比較黑的 我很喜歡負離子 負離子口罩的 很好啊 那個很好 不過會不會通電 負離子不是要插電的嗎 你會慣 上司是衛生家 戴口罩 好眠好睡 真棒 這也就口罩 也就空污 那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兩篇文章 時間又到了對不對 我們跟著師尊一起唱 南無阿彌陀佛 OK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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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講到後來好像好了 現在又好了 這是真正的加持 摩托佛的加持 高興 希望能夠越來越好 今天介紹的兩篇文章 三根稻草 還有這個先人得受政界 所以呢 換人進到換成 我們在人世間 我們是一場空患的 但是在空患之中做佛事 你把它當作是你自己應該要做的 然後修習從空患的真 去修道 讓自己的真心 一個真正的心 能夠越來越光明 能夠自己最後的女生自得 好 那他這個也是要讓你們看淡的 那余都拉仙人的這個修行 他已經修道很厲害的 大樂光明 能夠修道重慶 仍然要守戒律 所以戒律非常的重要 謝謝大家 一起再回向活天大教 大家都非常的謹靜 真的太棒了 那這個 感謝師父給我們寫這麼好的書 讓我們的夠明白 愛吃得咯 愛吃得咯 咽咽 咽咽 臺灣時間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十點 連生活文集網路直播都會 大家再見